诗篇第五十三篇 鱼丸人心里说,没有神 他们都是败坏,行了可憎的不义 没有一个行善的 神从天上查看世人 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个人都偏离了正道 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 他们吞吃我的子民好像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神 他们在无可惊惧的时候 必大大震惊 因为神把那些扎营攻击你的人的骨头 集散了 他们蒙羞受辱 因为神弃绝了他们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 神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拿到 一下 孔子 都 默 那个 邮 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